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爆出疑似PG1粉丝群了解图 粉丝把官媒风向标紫光阁 认成是一家中餐饭店了 声称已经买了一个紫光阁地沟油的热搜 来抵制饭店 不能让老万蒙受不白之缘 姐也是瞬间明白 PG1值得心疼的点了 当晚紫光阁饭店的回应 也是细路满满 上热搜了 这种负面愚情应该怎么面对 紫宝宝只能躲在紫光阁饭店里瑟瑟发抖 然而某浪怎么会说热搜能买 8号中午 微博热搜榜官方回应 经查证紫光阁地沟油7号并没有上过热搜榜 只是被吃瓜群众的热情 推到了实时上升热点 要解说那也不能掉以轻心 万粉们都要从经济上搞垮万达了 新华社书店平安北京保险 共青团中央小作坊都瞪起眼了呀 距离戏少怎么办 GY集体把戏加 近日有消息称 某部钟汉良马天宇孙怡领先主演的某电视剧 被爆在补拍钟汉良和孙怡的镜头 因为剧情的问题 可能要删减马天宇的戏份 辛辛苦苦几十年 一夜回到戏份全做fake还行 消息被爆后 马天宇粉丝替炸 认为钟汉良在剧组只拍了两个月 马天宇拍了五个月 而且剧名就代表了梁生才是男主 甚至还称 钟汉良团队态度差 要求改剧本改人设 把差的人设全部改在马天宇身上 马天宇团队交涉也不管用 就愈撕愈裂 而钟汉良粉丝同样委屈满满 认为小蛙在剧中饰演的成天佑一角 本来就是一番位的男主角 戏份多没问题 而马天宇戏份因涉及到兄妹骨科 所以被广电责令删改 粉丝撕快还没结论 小主没有加入战场 先是有消息称 1月6号马天宇本人微博回应撕快一事 微博中先安抚自己的粉丝 乖 别撕了 后一次喊话钟汉良 我认怂 谢 都是你们家一人演的 排名也是从第一到最后 都是你家名字 666 公开私同行 这勇气也是没谁了 马天宇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马天宇看到不和谐言论 才出面维护自己的粉丝 而马天宇也很快删除微博 马天宇这边才消停 女主孙姨又发微博短视频 我们不一样 偏爱他马天宇 虽说孙姨也十分钟便删除了该微博 但还是轻轻松松挤上热搜 粉丝认为 孙姨此微博站队马天宇 顺势又一次论证自己观点 业内人士爆料 钟汉良人品有问题 孙姨不想和老年人演戏吧 本来想和马天宇多演对手戏 结果 一波三折 随后孙姨站队马天宇 又疑似遭孙姨工作人员打脸 网友孙姨小助理发微博称 孙姨秒删是因为被过分解读才删的 命运的天平突然向小娃倾斜 钟汉良粉丝集体留言 孙姨被马天宇套路了 求马天宇 马天宇团队 马天宇粉丝放过钟汉良 小娃加粉丝 顺势数落马天宇买营销号 全网黑钟汉良 诅咒小娃等实在过分 小娃粉丝开心不过三秒 剧情再翻转 孙姨小助理不仅删掉了之前辟谣微博 还专门发文澄清 别解我微博了 强调恩变了不是助理不是助理 唉 三个戏惊一台戏 孙姨马天宇钟汉良 究竟谁才是真正大反派 现实永远比剧本精彩 官友认为 还是马天宇真言嘛 不像钟汉良 只会多粉丝深厚 哎呦呦 姐只能说 你们玩得开心就好 咱敲咪咪的继续吃瓜 这下是娱乐圈已经如此艰难 我却偏要拆穿的放点猛料 一时激起千层辣 网友吃瓜不能停 自从李小璐与P之外新闻被爆后 网友们就过上了天天吃瓜的日子 这不 昨日杨二车纳姆突然甩出猛料 在微博上PO出于有人聊天记录 点名李小璐妈妈张伟先 二十年前抢了自己男朋友 关于杨二车纳姆 年轻瓜有可能会脸盲 优姐只能强行补课一波 这位魔苏族女子 曾担任过07年快乐男生评委 并以出场标配大红花 和点评麻辣超毒蛇著称 当年就是她率先踢爆张杰谢娜谈恋爱 近年来 杨二车纳姆沉寂许久 然而这次红花教主再次一名惊人 面对被询问 是否被李小璐妈妈抢过男友这件事 不仅直接回答是 甚至还嘲讽 有其母必有其女 生命程度可是丝毫不见当年啊 对于这波自爆 不少网友表示信息量巨大 甚至还有资深挂友留言称 对此事有印象 以前书里就写过 而另一波网友 则质疑杨二此时爆料 简直就是趁机炒作蹭热度 还一过 不明真相的优姐 只能弱弱地问一句 难道这次出轨风波 是要转场中老年组了 人在家中坐 郭从天上来 郭敏老公王思聪 最近真是想低调都难 昨日又猝不及放在微博上 被韩国女团Tiara成员轮番喊话 质问其是否送过Tiara跑车 只见三位妹子一起 艾特思聪 并统一发文 Bonama Culture 曾经给韩国女团Tiara送过豪车吗 给MBK送韩币90亿元的事情 也是属实吗 急切的小姐姐们 甚至直接表示 在线等恢复 我饿了个去 这是什么操作 难道是要自爆潜规则吗 优姐上网一搜 原来是日前韩国某节目爆料 陈武力校长曾为了与Tiara签约 而替他们向原来的中国合作方 支付了90亿韩元违约间 并且还送了每个成员 价值数亿韩元的跑车 引得韩国瓜有无限遐想 看来这三位小姐姐 也是瑞友想澄清事实 才在微博上召唤思聪来澄清了 但素 却有粉丝表示 Tiara最近因为和MBK公司解约一事 黑料一波接一波 此时八成是公司带节奏 甚至还有一词 王思聪回复惊献评论称 你们和MBK思跨 为啥还要带上我 貌似坐实小姐姐们和公司撕破脸传闻 而被Tiara点名的香蕉计划公司 也火速做出回应 声明 一直仅通过韩国MBK公司 进行工作上的联系和沟通 间接否认了校长送豪车与巨款 一说 这一波闹腾下来 幽姐也不知道事实真相是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是 乌里老公最近可能在杜劫 不管谁撕垮 连累的都是她 昨天听说我们的关格格又被网友骂了 原因居然是在新一期国家宝藏里 作为国宝守护者的她 可惜台词功底不过关 一直在看提词器 网友质疑 就不知道提前练练吗 首先呢 得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盔甲 解骑 解射 所向披靡 卫军使用的双马凳却铭记在心 另外变身花木兰 虽说脱掉公主风 大长腿终于可以走起打女路线 但奈何眼界又不过关 不仅毫无感情地念台词 被朝向是鼻子堵了 求配音 但穆大军更是毫不给面怒刷 跟宁静差了200个陈晓 怎么考上北电的 简直实在侮辱文物 嘿妈 不是都说了 她没怎么去上课吗 至少不切场 已经很不错了 虽然我们并不想看她进步 只要让人善齐 双方交战转要在马上 要想刺的准 还要齐的吻 吻啥吻呢 你看小样 你站你的站不吻 李晨范冰冰现在昏野球了 不少粉丝都提前催生了 不过八卿也是早有准备 近日范冰冰被问及 接下来生活中 现实生活中 会想尝试导演 还是母亲的角色时 范冰冰果断选择了孩儿他娘 导演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尝试过的 我觉得如果能做一个好母亲 其实是对一个女孩儿 最大的一个褒奖吧 哇 孩子都在考虑了 这婚期还会远吗 虽然采访中 冰冰又是说牛比猫重要 又是夸李晨唱歌跳舞都迷人 大特啊 牛粉好像并不领情 很求希望以后不要一起上封面 少合作 如果冰冰还有一点 在乎李晨的名誉 和她多年的努力 如果李晨还有一点 这些她的工作成果的话 那你这也能撕 网友调侃 准满贯了你跑出来恳请 都快成夫妻了 两家粉也能撕起来啊 继续继续 我最佩服这种 能把自家明星资源弄黄的孩子们了 要解说 李晨都没觉得委屈 粉丝就别搅和了 冰冰疼她还有错啊 我觉得眉毛吧 我长得比较眉 眉毛淡一点也没关系 对 就在姐还在耿耿于怀 猴年春晚没醒六小灵童的时候 昨天狗年春晚的知情人 出来爆料了 今年我们不在歌舞生平 而是重在语言小品 除了有郭东霖 将搭档杨子和邓伦接着山崎 你们亲爱的薛珍珠女士 童年噩梦皇后娘娘和容嬷嬷 还将三人大伙演小品 还妈厉害了 三个女人一台戏 何况是三个吵架狠 下手狠的婆婆 有网友立刻挠不出画面 三个阿姨 那笑声 作为春晚醉凶组合 你说这混搭能演啥 解思前想后 只能给出一个且唯一的答案 表演扎针 每周三在我大优酷 独家上线的火星研究院 说是研究实验 但是经过每期的播出 貌似都是在拿实验员做实验啊 本期的几位实验员们 就要喝下芹菜香菜苦瓜等 多种中口味蔬菜 混合榨成的黑暗果汁 别说让实验员们喝下 就优结我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黑暗的味道了 眼见实验员们一一喝下黑暗果汁 杨迪也不得不表面一同喝下 但身体却很诚实地呕吐了出来 我逛 我逛 来 你们太棒了 杨迪 真的吐了 杨迪你搞什么鬼 我逛 这档还有这个 加油 都说看热闹得不嫌事儿大 一旁没喝果汁的汪涵院长 为了让实验员们喝下黑暗果汁 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捏住鼻子 控制嗅觉自然能喝下黑暗果汁 不过捏鼻子 这对男实验员们来说不是问题 但是对女实验员们来说 是不是就有些困难了 两个男生一个女生 好 女生你们俩觉得 等一下等一下 因为要捏鼻子 你们俩谁的鼻子贵一点 谁的鼻子贵一点 我觉得 哎哎哎哎 我讨论一下 你多少钱呢 三万你的呢 我的八万 我这个是铝合金的 我这个铜的 土耳其 不得不说 还是汪涵院长有经验 考虑到节目预算 说起现在的高段位网红呢 跟大家想象中的可是不太一样了 不再是那种拿着手机唱唱歌跳跳舞那种网红 现在的网红呢 非常的厉害 要么就是嫁给天王巨星富豪 要么呢就是自己开家网店 双十一的时候呢 狂卖两个亿 反正呢 赚钱是不要太容易了 所以呢 越来越多的素人都开始 急身网红大军 用各种花式碰瓷的方法来吸流量 比如说呢 前一阵子非常知名的这个侯耀华 未拜师的徒弟安娜金 再比如说呢 朱石茂好像中了某女子的百拍迷魂阵 那我们今天的娃娃Oh My God呢 就带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网红们的花式碰瓷大法 爱豆爱豆从我心 未曾热度奈我何 据幽姐多年观察 会折腾的网红 往往把自己活成了神话 不是嫁给天王巨星 玩赚国民老公 就是双十一半小时卖两亿 哎呦呦 赚钱如此轻松 为何不想尽办法红一把 于是越来越多的素人向网红奋劲冲冲冲冲 用各种碰瓷大招狂吸流量 比如这阵子 前有洪耀华被未拜师的女徒弟碰了瓷 后有老艺术家朱石茂 疑似中了某女子的摆拍迷魂阵 今天优姐就来聊一聊 网红们花式碰瓷的奇照 PART ONE 强行合照吃定你 前段时间 薛之谦的狗血八卦强行罢评一整月 让瓜友认识了网红哥儿李雨彤 也让大家对网红身份的他 有了小小的改观 蓝额随后发生的事 又一秒现缘形 12月份 李雨彤发微博称 首要参加了黄小明的品牌兽 亲切的称呼对方为小明哥 哎呦呦 说的简直一家妾 谁知小明哥的工作人员出面 让他删微博 表示并不认识李雨彤是谁 以为他就是个小粉丝 哈戏吧 李雨彤这脸打得啪啪响 果然一层热度深似海 从此雨彤是路人 而强行合照的野生玩法 就是潜入王俊凯的寝室 坐在王俊凯床上玩直播 结果 当然是热度有多大 骂声就有多高 幽姐实在不知道 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 他的兔夺命逼东吓死你 故事还是发生在薛之谦身上 不久前 薛之谦出席某时尚盛典 在红毯上摆安丁pose时 突然之间 一个疯一样的女子 扑向薛之谦 强势逼东相当凶猛 吓得薛之谦脸都变了响 后来妹子被工作人员 拉了下去 还笑得十分开心 很多人以为 只是粉丝的疯狂行为 蓝额粉丝表示不背过 硬是扒出这个女子 是主办方的一位小主播 属于十八线网红的一类 妹子强吻完薛之谦之后 还换上高跟走红塔 嘿妈 这专业层热度 也让老妹操老心了 怕得罪 瞎边乱爆坑死你 网红们还是深深知道 没有八卦 也要强行八卦的硬道理 前段时间 就有电竞拳网红开直播 既不藏名 又不埋兴的直接说出 李一峰和吴亦凡 曾经跟粉丝一言不合啪啪啪 还称自曝跟吴亦凡约过的小Gina 是自己的亲闺蜜 哈戏吧 连网红的热度都要蹭 一看就不是啥正经的网红 而李一峰的老婆粉 岂能轻易饶过她 找到她的淘宝店 投诉其抄袭其他品牌 导致店铺产品全部下架 呵呵 看你还敢不敢瞎说话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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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红碰瓶招数何其多 优解在这儿 可要提醒各位爱豆们 多看全娱乐长点心 这样才能防火防盗防碰瓷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每周一到周五早晨八点钟 全娱乐早八点 给你一整天的活力 我是希希 明天早晨八点钟 全娱乐早八点 和你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世界很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